Hello 大家好 我是冲显老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示范Chromebook的无线投影 那我使用的软体是Miroling 360 这是新北市授权付费所购买的软体 来 那我们来看看基本投影的原则吧 首先呢 在要投影的这台电脑 你必须安装Miroling 360 我们新北市有授权购买 那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你要使用投影 Chromebook要投影到电脑去 老师为什么Chromebook要投影到电脑呢 你投影到电脑也就可以到单枪 也就可以到大电视 也可以再利用电脑的录影软体 把Chromebook的操作整个把它录下来 哦 其实这样在展示在教学上就方便很多 那你的Google账号要去安装 Chromebook的扩充功能 要去安装这个Miroling 360 Sender for Chrome 这个地方是free的 那注意你的电脑跟Chromebook 必须在相同网段才能进行投影的工作 那待会冲闲老师就示范给大家看吧 那各位看一下哦 在我这台电脑我已经安装了Miroling 360 那这是授权付费的软体 它不是免费的哦 跟各位先说明一下 那启动它以后呢 你就会看到这里第一个选项 待会投影的这台电脑名称 叫workstation 你看见吗 所以待会Chromebook 也必须连接到smart room 才能够进行投影 这是第一个动作 你的电脑要安装Miroling 360 走无线网路 那么接下来如果在Chromebook 你登录哪个账号 那个账号必须安装 扩充功能 Miroling 360 才能投影哦 那现在呢 充贤老师就用个人的账号来做示范 这是我的Gmail账号 个人版的 好来 那点三个点点 移到更多工具 接下来再移到扩充功能 看见了吗 点下去 那这是我所安装的 接下来再点三条线的 开启Chrome的线上应用程式 事实上这是一个网站 哦 这是个独立网站 你在这边输入Miroling ING 来 那就会看到Miroling 360 Sender 寻找 哦 就看到这个咯 这是Miroling 360 传送For Chrome 点下去 怎么安装呢 再点一下 加到Chrome 新增扩充功能 这样就加进来了 加进来以后呢 扩充功能管理的时候 你可以点选这个 拼图的这个 你看到吗 在右上点拼图的地方 如果你希望这个 Miroling 360 这个一直出现在画面上 你可以把这个图钉点一下 变成蓝色 我点一下哦 拼图 点一下变成蓝色 当你变蓝色 这个投影的按钮 就一直出现在这里 就不用在这里来做寻找了 哦 这样就比较方便 那第一个地方 你要投影那个账号 要安装这个 那不过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下 如果你使用新北市教育局的账号 什么扩充功能 什么应用程式都不能装 因为资安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示范是用个人的账号 或是学校自管的Google账号才可以 新北市教育局核发给你的账号 这些通通都不能装 那各位注意哦 在你的Chromebook必须登录 我们刚刚安装的那个账号才可以哦 比如说我刚刚把扩充功能装在这个 充计老师个人账号 对不对 那在Chromebook登录我这个账号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了 哦 Mirroring360的Sender这里点下去 这样就可以进行Workstation的投影工作 那么在Chromebook的时候呢 登录你的账号再点右上角这个 就看到这个哦 像雷达这个 就启动了Mirroring360 在Chromebook哦 接下来再点选 我们刚刚这台电脑的名称 Workstation 好 点完以后呢 就出现这个 这时候再点选这个荧幕的画面 再点选分享 就可以 接下来 画面上就出现 Workstation分享了 那你的画面呢 Chromebook的画面就长这样咯 这时候在画面上就看到 Chromebook已经投影到电脑来了 投影到电脑来 哦 就是到大电视 就是到哪里呢 布幕 所有学生都看得见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使用电脑的录影工具 来把Chromebook的操作设定 把它录下来 那各位看一下 目前所看到那个 我们的那个Chromebook 已经投影到电脑去了哦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好 我就使用我的电脑的录制工具 把Chromebook的操作录制下来 比如说在Chromebook左边这个地方 叫做启动器 这个 这个 那把它点起来之后呢 就可以启动 它所有的程式就在这里 这第一个 那下来呢 还有个地方很重要 叫什么 档案 档案你可以透过左下角这个启动器点起来 那这边呢 就会有一些档案 就是离线的档案都会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右下角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Chromebook启动起来的时候 其实 网络的设定就在这里 哦 这里的smart room 跟刚刚我的电脑一样 对不对 那如果要登出呢 就是这个哦 登出在这里关闭 那这里的设定呢 好 这时候点齿轮 可以看到更完整的设定 好 这个 那我现在在说明这个网络的地方 蓝牙 我现在投影到这里来 我可以透过电脑的工具 投影给每个小朋友看是不是很清楚 那我充决老师在做教学的时候 也可以针对这每个选项 因为投影到电脑来 我就可以把它录下来 录下来 好 让更多老师了解这Chromebook 怎么操作的 好 这个 所以当我现在看到这个是 Chromebook整个的操作画面 因为投影到电脑去 就可以使用我们电脑工具来做录影 所以整个感觉就方便很多 解释介绍也会非常非常的清楚 谢谢大家